如果你手头上没有核杀,没有枫化石,没有刺土,那你就买核杀,不要用其他那些东西,特别是营养土 有很多朋友来问我,在种下山庄的时候,想什么土比较好 一直以来呢,我推荐大家所用的都是这个核杀 为什么我极力给大家推荐用核杀来种下山庄呢 首先,想知道为什么要用核杀 我们就要知道,种下山庄所用的这个土,它需要什么特点是最好的 最好是疏松,透气,沥水,饱水,而且呢,最好是不含有什么养分的这个土 就算是一种种下山庄比较合适的土了 核杀,它这个疏松透气是没什么问题的,沥水是肯定没问题的 饱水性呢,也不算很差,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核杀拿来种下山庄 这保水性太差,说什么一天要浇多少次水 其实真的不用了 因为下山庄本身没有叶子 而且一般也得套袋或者缠磨来进行保湿 也要放到那种阴连通风的地方 所以它这个蒸发链呢,没有那么快的 就算是夏天,一般一天浇一次水也够了 如果是春秋冬这三个季节的话,有时候三四天都不用交一次的 所以这个核杀呢,我个人认为这个保水性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个核杀比较干净,它不单止没有这个肥力 而且也不会有过多的这个细菌啊,病菌啊,还有那些虫卵啊,草籽啊等等这些在里面 再有一个也就是这个核杀它获得的这个途径比较多一点 像我们在农村的话,想找点核杀真的是比较容易的 基本村村都有人在建房子 就算你在城里面也有很多地方在建房子的也可以搞得到 退一万步说,你真的在当地搞不到了,你也可以到网上买 这个核杀呢,也不会比其他东西要贵 有很多朋友呢,这段时间就经常来问我这个风化石拿来种下山庄行不行 其实风化石它的这个特点呢,和核杀差不多 也都是比较疏松,透气、沥水、保水这些都有 都没有什么养分,也没有太多的这个病菌之类的 但是风化石和核杀不同的点呢 就是风化石它获得的这个条件呢,没有核杀那么广 再有一点,风化石呢,它这个科尼呢,普遍比这个核杀要粗一些 风化石就算你在网上买最小号的,你拿回来对比这个核杀 一般都还是比这个核杀要粗的 有很多朋友都认为这个核杀不够保水了 如果你用风化石的话,那这个保水性就更差了 所以这个风化石呢,是能种下山庄,但是它这个综合它这个保水性 还有这个获得的这个条件呢,就要比核杀稍微差一点点 如果你是不在乎它保水性,还有不在乎这个价格的话 风化石拿来种下山庄呢,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第三个就是山土,还有和田园土了 这两种东西呢,也可以说是比较容易获得的 但是,它拿来种下山庄呢,就不太好了 山土和田园土都一样 它这个粘性比较高 它拿来种下山庄的话 对于这个核杀透气啊,粒水这些呢,是不合格的 拿来种下山庄呢,很容易就是积水在里面了 特别是这个田园土,田园土一般就是在地里面挖回来的 或者是在那粒化带那些地方挖的,这种就叫田园土 这种地方挖的土呢,它一般都会多多少少有一定的这个肥力 还有也会有一些这个草籽啊,虫卵啊,病菌,细菌等等这些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 所以这个东西呢,是不太适合单独拿它来种下山庄呢 如果是田园土和山土来比呢 我认为这个山土要比田园土好一点点 但是如果真正拿来种下山庄的话 这两种都是不能单独拿来种下山庄呢 再有一个就是有很多朋友会问到的,特别是一些新手朋友 也就是很多人在种那些什么叶剂啊,利罗等等 在网上买的那种所谓的这个营养土 可以出一大滩水的,你可以想一下,如果你拿来种下山庄 这个下山庄就等于直接泡在这一大滩水里面 可想而知这个浪根的这个机会有多大 所以这个东西拿来种下山庄呢,是我个人认为呢 是最不能用的 比这个山土和田园土都要差的一种土 所以大家不要考虑这个东西 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漆域土了 这个漆域土能不能种下山庄呢 我个人认为呢,应该是能的 漆域土它本身是一种烧制的土 本身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养分 也不会有什么虫卵啊,四斤这些的 所以这个漆域土拿来种下山庄呢 我个人认为呢,也是可以用的 总的一句话 如果你是什么都没有的 直接搞河沙回来种就可以了 如果你手头上什么都有 那也直接用河沙就可以了 如果你手头上没有河沙 只有枫化石,就用枫化石 如果你没有河沙,也没有枫化石 只有漆域土,那就用漆域土 如果你手头上没有河沙 没有枫化石,没有枫土 那你就买河沙 不要用其他那些东西 特别是那营养土